《成熟! 老婆》 《成熟! 老婆》 我想我們在座很多老朋友都看到了 彼此來問他好不好 Say hello to each other 那個老婆也要找出來 那也为一些外出的 弟兄姊妹来祷告 那真的不容易啊 在这个圆灯山要出去很蓬古的 那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 登山宝信讲到这样快要见底了 那我看到耶稣在这里 要他们听众做一个集定 到底他们要不要相信他 要不要来跟随他呢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做集定 每一天每时刻 那我想我们在座最常听到的是 我要吃什么呢 我要穿什么呢 那今天很抱歉 Michael突然叫他来私慧 因为那个张帝兄在路上抛忙 没有办法来的 因为因为两个都已经在台湾了 那个小陆都在台湾了 两个司会者的瑦称啊 那个小陆都在台湾了 一个递遥的 那个二两个 degrees 然后二同一个公司的 对吗 两个司会者的流畅啊 那下一条啊 其實我們還有更大的機會,我們要做什麼樣的工作,我要找什麼對象,這是更重要的 什麼樣的決定會影響你的一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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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不管你做什麼樣的決定都會影響,只是有一些可以帶到永恆的 所以當你聽見福音的時候,你是忌覺呢?還是接受呢? When you hear about the gospel, do you receive or do you reject? 我一直相信,你只要重生之後,神會改變你的命意,也會改變你的性格 I believe that once you receive the gospel, God will change you and even your faith, God will change 還有你的性格 我們知道,得救是我們對神恩典的回應而已 And we respond to God when we are given salvation, we are saved as we respond to God 就好像說,我這個很漂亮的,這花瓶要送給你,你願意你就拿到了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s to be given to you, and you receive it, and then you have it 不是你做了什麼樣的偉大的工作,上帝將這個經文給你 It's not because of any great work that you have done, that you receive the salvation 我們看一個經文就很熟了,以無所述二章八九節 Ephesians 2 8 & 9 explains about this 以無所述二章八九節 Ephesians 2 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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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t is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is not from yourselves, it is a gift of God 所以这个经文很清楚 这是一个恩典 而不是一个工作 但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你要用整个生命去见证神的荣耀 那只是证明说神在你身上是有能力的 那我一直在讲说得救跟得赏是往往前前不同的事情 I often mention that being saved and receiving a gift or reward from him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就像你可以进到大学可以毕业是两码是 just like being able to enter a university and being able to graduate these are different things 那这差别在哪里一个是得救是白白的恩典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alvation and us it's a free gift 白白的恩典是得救 so being saved is a free gift 那得赏是一生的根营 but being rewarded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your lifetime work 那有人得救的 但是得赏是仅仅得救的 就是几乎没有得到赏是 some people are saved but they don't have any reward they are just saved 你可以回家看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那你得赏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得赏 一定要付出我们的代价 付出我们的努力 so let's remember that to receive reward from him we really have to work with 那上个礼拜我讲一个经文 那志伟弟兄这问 诶这是在哪里 神都给谁就要跟谁都要 这是在路加十二章四十八节 很好背了 十二章四十八节 路加 所以你要一直在考虑说 神到底给你多少 那你怎么投资在神的国度 这很重要的 so when you consider how much God has given to you you also have to consider how you will invest this gifts from him for heaven 那今天我们讲这个 宰门这个事情在 马太七章十三到二十节 today our theme is about narrow gate and this was taken from Matthew chapter 7 13 to 20 那首先耶稣鼓励我们要 进到这个草门 first Jesus encouraged us to enter the narrow gate 那我们再看十三十四节 let's look at verse 13 to 14 ok 虽然现在只有七月了 但是我们要叫九月来念 十三节 我们要进家门 因为引道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近去的人也多 也当有生 那门是小的 路是小的 少着的人也少 好谢谢 從這個經我看到耶穌他自己講,祂就是祂的窄門,祂是在永生的道路。 耶穌用祂的生命,用祂的教訓來證明祂是那唯一的道路。 所以祂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見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所以我們歷代的這些使徒啊,還有我們這些信徒們一直在傳言見見就是耶穌就是唯一的成就,別無拯救。 所以有很多不信基督教或是不認識的人,他們說,哇你們基督教太強硬了,唯一正確的是你們,我們都錯誤了。 那其實我們是接受來的恩典,我們知道這才是真實的。 你只要用頭腦好好想,我們這裡應該雕刻什麼,讓你們來拜財燈,讓你們相信,哇這才是真實。 沒有東西我們可以來敬拜,那是比較不能理解的事情。 所以耶穌用祂自己來證明祂是唯一的道路。 祂走過這條唯一的道路。 耶穌附上祂的代價,祂還為我們犧牲了。 那相對,世上有一條很寬廣的道路,很多人都走在上面。 這條大的道路有四個特徵。 有四個特徵。 第一個是,祂自然已經在其中,祂不要去尋找了。 所以新耶穌的人是不一樣的,祂是從那個死亡的當中被救出來一樣。 所以我們基督人應該有憐憫的先知道。 這周遭人他們都在走在這個大的道路上。 他們是我們以前的狀況。 剛才我們講到耶穌索二章八九節。 你只要看前面幾節,一到三四節。 我們一節走在這條大的道路當中。 如果你看到耶穌二章八九節。 我們可以看到那裡的狀況。 我們也在走在這條路上。 這個大道還有第二點。 就是相對的,它是比較沒有困難的。 相對,我說相對,因為這個困難不困難就是每個人的標準不一樣。 那相對的大家都這樣,所以比較沒有困難。 那第三個我要講是說,這條大道當中是不寂寞的。 第三個描述的這條路上。 這條路上是不寂寞的。 仿而當了一個基督徒,好像黑朋友變少了。 在相對的基督徒,我們會感覺到, 哇,我的朋友們會變少了。 好像禮拜天要你去打包拳, 打妹,我要去做禮拜。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不一樣的狀況會產生。 那我覺得這個大道最慘的就是最後一點。 第四點,它的終點是一個魅王的。 所以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說,既然生和死這麼明顯,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不選擇永生的道路呢?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大道的差別,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大道的差別, 生和死, 正確的道路,正確的道路,正確的道路, 正確的道路,正確的道路, 正確的道路,正確的道路, 正確的道路,正確的道路,正確的道路,正確的道路。 很明顯啊,一條是可以永生道路, 一條是永遠死亡, 一個是有喜樂,一個是很痛苦的, 一個是很痛苦的, 那很明顯為什麼沒有要選這個不好的道路呢? 那理由當然很多,但是我只有四到三個畫面, 我們要來明白。 And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in this kind of choice. 第一個是人的驕傲。 Firstly, it's because of human pride. 剛好上個禮拜,英文團結討論到說, 資本,這國家人這麼好,為什麼要基督那麼少呢? Somebody asked during the English fellowship, that's why Japanese are really kind of good-hearted. How come there are very few Christians among Japanese? 那我的理由很簡單就是下面啊, 就是為什麼要靠耶穌? 我靠我自己就很好了啊。 And some people, of course, their reason is, to depend on Christ? Why? I can depend on myself. 我是甘巴德魯, 我是沒有考慮的, 就很努力要再做,我就好了, 不要耶穌啊。 I'm hard working, I can do all the things. I don't want to bother on Jesus Christ, I want to do things by myself. 所以他們討論在日本電車中, 你要讓老人做, 你絕對不要讓他, 因為他不會接受你的, 他要甘巴德魯, 他就站在那裡。 除非他真的站得很不穩啊, 他還會跟你要坐位坐嗎? 其實人的驕傲, 產生在很多方面啊。 And this kind of pride, human pride, happen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尤其那些有錢有事的, 他們很驕傲, 你不是理所當然啊, 你看我都行啊, 你們都不行啊。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able, those who are well, you know, they are wealthy, they feel that they are great, compared to others. 我還講說, 我們在座博士很多, 那博士當然比壽士好, 比那個什麼都沒有的還驕傲。 當然,我什麼都懂你都不懂啊。 And for those who have their PhDs, they look down on those with lesser degrees, and I know a lot of things, more things than you do. 就是我講會像小編那樣, 彈了一首很好的鋼琴, 我很驕傲, 你看你們都不會, 你們都不會。 If I can play the piano just like Brother Ben, then I will be very proud and say, no come on, you can play just like me. 但是小編不說我當學生了, 我說叫我叫他不要。 But Ben refused to teach me piano. 所以有人每個神給你的恩賜會不一樣。 所以有人每個神給你的恩賜會不一樣。 有人很會跑步但是有人很會吃飯。 真的,Facebook每天在給你泡好吃的, 有人每天在跑步齁, 不一樣的神恩賜。 You know,the posts on Facebook mostly are about food, you know, the different food. And also some about how they are running. But the only one is different, Ju Bo can run and can eat. Ju Bo can run and can eat. Ju Bo can run and eat. very special ok 那我們看第二個為什麼他們不接受這個好的禮物 因為這是一個對罪的自然的喜好 and why do people refuse the gospel? the second reason is it's because it's very natural for a human being to love sin 就是很自然 因為每個人都不要走那個輕鬆的道路 比較好走 it's very natural for a person to do it the easier way 我一直在想問那個Michael為什麼要挖掌挖掌 那個女朋友可以載她從那個行李要載過來 她不要她要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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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could just allow his girlfriend to pick him up and come to church 你們可以想想喔 逆流而行容易還是順著水流行比較容易呢 so which is easier to go against the tide or to go with it 順水就很容易然後衝你走你又一直 你要逆水然後要哇很苦啦 so it's not really easy to swim against the water 所以很多在討論在我們的社會上 我們自然會收好會保護我們自己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so it's very natural for us to protect ourselves by speaking lies so for humans it's very natural to reject Jesus because it's so smooth very easy to do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那我覺得第三點是最重要的其實整個世界跟撒旦的對神的國度的反對 其實第三個原因是因為聖誕是因為聖誕是在聖誕是在聖誕的操作 所以這個世界還有撒旦他們其實要你們跟聖誕敵對這是他們最喜歡的 Satan and his world wanted you to be against the Lord 講你的朋友說啊你拜天你不要去做禮拜你跟我去玩 你說啥蛋你退後去 if your friend comes to you and say today no you don't need to come to army you don't need to worship come with us you can challenge Satan go away 真的他是要讓你離開這個信仰讓你不去團聖讓你不讀經真的都是不好的 這是撒旦最喜歡的 so Satan wants you to you know leave your faith don't read your Bible you don't need to do this and that in church 所以十三十十節耶穌很清楚的你沒有要敬宰本 that's why we are told in verses thirteen and fourteen to go by the narrow gate 那第十五節談到的是你們要還被那個假的先知 verse fifteen tells us about false prophets that we should be watchful about these false prophets 其實假先知跟假基督耶穌在聖誕就講他們一定會來 Jesus in the Bible already told us that the false prophets and the false messiahs they will come 你不相信你回家看馬太二四 二四節就有了 This is in Matthew 24 verse 24 同樣的保羅也提到假弟兄這回事 And Paul also told us about false brothers 他們就是混進來他們是要迷惑這些眾人的 This false believers they come in and try to lead us away 那我們來看一個經文就比較清楚 使徒經書在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節 Let's look at Acts chapter四 二十三 二十八到三十一節 Acts 20 verses 28 to 31 Acts 20 verses 28 to 31 那我來練給大家聽好 I'll read for you 聖靈禮你們做勤養的監督 你們就讓為自己謹慎 也為全群謹慎 慕雅神的教會 就是祂用自己學所買來的 我知道我去之後 必有凶暴的財郎進到你們當中 不愛惜羊群 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 用背面的話引誘門徒跟從他們 所以你們應當警醒 今天我三人之久 作業不住流淚欠見你們個人 Keep watch over yourselves and all the flock of which this Holy Spirit has made you overseers be shepherds of the church of God which He bought with His own blood I know that after a leave savage wolves will come in among you and will not spare the flock even from your own number men will arise and distort the truth in order to draw away disciples after them so be on the guard remember that for three years and never stop warning each of you night and day with tears 這是保羅對已無所那些長老 教會的那些比較神敗來講 要他們很小說 因為將來有這些講的東西要出現 要引力他們離開正道 Paul was speaking to the elders the leaders of the church of this time telling them to be careful for this false of believers I mean false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will come and enter the flock 那所以耶穌要他們 防備這些假的先知 and Jesus wanted them to be on their guard against this false believers 那最後我們要談談要學會 分辨這件事情 finally we should be able to discern 那十六到二十節談到 耶穌有提到分辨的方法 and verse sixteen to twenty tells Jesus told us how to discern 那這裡談到這個果子到底是什麼 It spoke about this fruit 那其實我在下面都種了很多東西 我最喜歡看到這個有果子 可以出現 I found fruit trees in my yard and I love to see the fruits 那人家種的阿帕拉雅 是這麼大一顆 那個苦瓜 那個苦瓜 賣什麼 my bitter gourds are small 長不大 我這營養不良 they don't grow maybe because of lack of nutrients 不管是大小 我覺得樣子就是 知道這是苦瓜 不是肥的東西 whether big or small we see look at the shape you know you know for the face appearance it's supposed to be bitter gourds 那今天我種一種特別的頭幹 東瓜 是小小的 and this year I have this 頭幹 waxed melon waxed melon waxed melon compare to last years 所以你從怎麼樣的果子 你知不知道 啊這是什麼東西 and from looking at this fruit we know what is this oh 所以你看 啊這是蕃茄 這是西瓜 後面有種木瓜 那這裡的果子到底是什麼意思 what are these fruits for us 那我覺得至少這應該是這兩份 是他們的行為跟他們的教導 for us I mean it's about their actions their work and whatever they teach 同樣的他們的行為倒是和無神的聖結 for example these false prophets are their you know works their actions are really fitting in holiness 同樣他們的教導是和無聖經的真理 and other teachings are the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uth in the word 你知道我們要派人的話 都抓小孩子跟老人來派人最容易 if you want to fool people we can fool the children and the old folks 因為老的已經還老的還童了 已經變到小孩子他們已經沒有判到能力了 because the old folks sometimes they revert back to their childhood way of thinking 所以要派人善樂 只有當他到達一個年齡才能派人善樂嗎 to be able to discern good and evil from evil it's only when you grow 所以同樣的我們基督徒一定要成長到某個地步 你才可以派人善樂真假 so as Christians we also need to mature to a certain point so that we can discern what is real and what is not so我現在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現在你心中最愛慕的是什麼 so if I ask you something like the question like what is it that you desire most in your heart 最好你是一個天才音樂精 當然最喜歡的是compose 將你那個靈感全部寫下來讓人家去認識你 那我不曉得你心中最愛的是什麼 what is it that you desire most in your heart 我想很多人他內心就是貪耐錢這樣想要成為大富翁 Many people wanted to you know they want the world they want to become you know wealthy 就像比爾街一樣你看比爾街丟掉的錢比進來的錢還快 but he spends more than what he earns 很多人真的羨慕他你看那麼厲害 and many are envious of him how great he must be 我不知道你心不是羨慕在什麼東西 what about you what is it that you are envious of him how great he must be 很多人都貪愛這個世界的民生地位 many are desire for this world world of fame world of fame and position 其實我也很羨慕說腳是個黃牧師是黃博士那多好 actually sometimes I think our doctor Huang rather than pastor Huang that must be very great 那其實在教會最重要的是你在教會的職位 教教會我們一般應該稱的弟兄姐妹應該是最好的 I think in the church the most important the best thing is to be just brothers and sisters 真的我不小心我是叫張博士可能幾個人都幾首了 If I ask for Dr. Chan maybe a few people will raise their hand 因為都是博士都是姓張 對不對 張博士 很高興看到你真的是好久就這樣 所以你到底是我的客戶 我記得早上Michael答案到說我們有沒有在神面前要守護神給我們恩典 Do we desire for God's grace and for God just as Michael once spoke 你有沒有喜歡神給你的情書和話語的 Do you desire for the word of God 真的 你喜歡跟大家聚在一起嗎 Do you desire to be with other people 還是不是喜歡去拜託 Or do you just want to go for another job 不喜歡跟我們聚會 喜歡去拜託 You don't want to be with us You know, after you ask You prefer to go and work part-time 你有鈔票票嗎? 你聚會沒有鈔票嗎? 假如我們聚會都給你鈔票 你要不要來 If you want to achieve and receive money would you come? 我想我都不會來啊 我不要去拜託 我聚會我可以領錢 我當然要來啊 為什麼不來 First I would come to the fellowship if there's money 所以其實我們到成長到一個地方 你才能夠去方便一些事情 So we need really to mature up to that certain point that we can become you know discerning 因為結婚的人他認為結婚得好 所以他鼓勵人家結婚 那其實沒有結婚的人他也不曉得結婚是什麼 他也不曉得 所以到底結婚得好還是多少 我想把我都很清楚是看神對你的呼召啊 Some people say that being married is good because they are already married But for those who are unmarried they do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So they don't know whether it's good or not But Paul has very clear in Bible that whether you marry or you don't they are both good 我看到很多我認識的人 很多他們就是很有才華 但是為主犧牲他們就單身 而不是神 I saw some people Cany of them they prefer to stay single for the Lord to be able to serve Him 所以這個婚變要從你跟神的關係 從聖經去瞭解 and you have to make this discernment when you go through the Bible and you understand 所以錄這個載門是耶穌的要求 但是我們走這個載路是一生的考驗 so entering the narrow gate wa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Lord Jesus for us but in walking this path this is going to be a lifetime work 我想是保羅講說 他說 我可能是一生傳聞給他 但最後我講沒有持守這個信仰 我就丟掉我的信仰 就是他一直傳聞給別人 但是他講到後來 他沒有持守這個信仰 他是不是變成沒有得到這個神的拯救 and Paul was saying that even if after your life you will continue to work for the Lord but in the end you gave up this faith your end will be you don't have salvation 所以除非你一直在成長來 分辨真假才能分辨出來 so as you are growing you need to grow in such a way that you can discern what is real and what is not 神給每個信仰有不同的恩賜 God gave each of us different gifts or the ability 所以這個恩賜 神要讓我們只有在基督裡 然後一同成長 and God wanted us to put together all of this our gifts and to grow together 那這樣成長有一個目的是 合一 unity 是它最重要的 and the importance of working together with our gifts is as a unity 很重要 我們叫他到最後的時候 每個人想要就是為了基督來做的 而不是為了我自己的一個意見 s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not for our own selves but for our unity 那第二個是 我們這樣一起成長 我們可以成熟認識耶穌基督 and as we grow together we grow in our knowledge of Christ 真的 所以unity跟那個maturity 是很重要的兩件教會 要一直走上來 so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hurch to walk through unity and maturity 那願我們跟神要更多的恩典 可以來貢獻出來 may we desire for more grace from the Lord to be able to continue to grow in Him 那今天早上跟楊靜在聊天 我們教會怎麼有一個制度 得章紙就可以填奉獻 怎麼教會很抱歉 我們這個奉獻有一個錯誤 一個奉獻只有一個人 上個禮拜三十九個人沒有去掉 so還是三十九個人 感恩奉獻 所以有三十九個人 在這裡這個報告仍然要適合 兩十九個人 在這裡有一個存在 三十七個人 然後還有三十五個人 在這裡我們問一個人 這兩個人 請問一個人 在這裡 除非不兩個人 一個人 只是一個人 那而已 這幾個人 a person here for a thanksgiving gift is only one not twenty-nine a mystery 这是我妈妈给我发现的 我都没有找出来 她给我发现的 and my mother discovered it a thanksgiving gift to the Lord is from one person not twenty-nine 所以早上回来杨丽谈 其实她对这个花费都还不熟 所以我相信我们在都很多 为什么要分这么多负借的不同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明白才能够走进去 and so we need to understand for example somebody asked me why do we have to different shape different offerings why do we have to categorize offerings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well it takes time you need to mature the church to understand all this 那最近我发现我们教会对我们停车展的奉献太少了 and our gifts are offering for our parking purchase 土地已经在那里 那我们还是要预备一些钱 the land is there but we need to prepare some fun 所以你只要神有感动你 你一定要拿出来不要被神在歪息地变变 so if God touches you and give this gift because it's better to win 那我们一位英雅祷告她 七月四号到八号 四号到五号 八月 八月 八月四号到五号要去interview 那我相信造青年日本人会造习惯给的 那我们希望他能够造这个不好的习惯都给他一点 and this interview is about the scholarship and we hope that the group will give him more 真的 我们祷告让神会改变 we pray that he will give some more to Brother Ben 当然我们不是只要叫英雅奉献 我们所有人都要奉献 and not only Brother Ben we hope everyone can give to this project of the parking lot ok 我们都在既干的时候 一种事 似乎 按照